在这一节我们要让它变成网状结构 那我们先让它先往上涨 所以我们先叫一个点叫VY VY就是这个0 根号3就是这个点 那接着呢我们先做这个VY向量 VY向量的话就是从O点到VY这个点 颜色我们再稍微让它变一下 就变成这个蓝色的 那接下来我们仿照刚刚的 就是要把这一个往上涨 我们用原本旧的这个指令 只是把这个VX呢改成这个VY 所以这样子就把它长出来 那我们让它清楚一点也是用这个蓝色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想要让它变成网状的 那就是刚刚这一个 这一个呢我们先把 其实就等于是把这个红色这个呢 我要沿着这个蓝色方向整排移动 所以我其实也可以整个做这样的操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刚刚的sequence 只是把刚刚这里的poly1改成list1 那沿着一样就沿着这个VY方向移动 我们这样子网状结构就出来 那这边一样你就可以移 就可以得到其他的图案 好 那在下一节呢 我们会对这个再做一些微调 让它变得更清楚一点点 不错 就这样子罢状结构之后 好